欢迎各位来到 提令卫视 大牌生日会 欢迎各位 相信各位 在座的各位 跟电视机前的各位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些回忆 然后最近有一部很红的电影 叫 《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在你们的青春当中 一定会有那么一两个人 让你们非常感动 可是你们现在回头想想 可能跟这些人已经失去联络了 所以我们上期节目开始 有安排高林生 还有慕容晓晓 他们两个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找寻他们想要找的人 也是让大家看到非常的感动 没错 其实也是替他们实现一个生日愿望 如果你也有想要寻找的人 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来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会帮你找到那个人 那今天要来我们节目现场 实现生日愿望的是谁呢 对 这个人他非常的红 歌也非常的好听 但是我们关心的是 他有什么愿望要实现 在帮助他实现愿望之前 请跟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带着他美妙的歌声登场 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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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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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声乐爱好者的王强 与耿维华交谈甚欢 离开前两人互留了电话 回京后 耿维华得到了一首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作品《目击》 制作这首歌几乎清尽了他的全部心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挺好的呀 挺好的呀 我能想想要要不你去拍MV吧 我跟你说现在圈里很多人都拍MV 这个歌要拍MV肯定火 MV 那得需要多少钱呀 怎么着 应该五万块钱 五万 这么多 我现在哪有这么多钱呀 你想想办法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真的 你要是错过了真的 可能以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这个歌火了 你以后你人才会大火 回到家的耿维华分开电话本 思前想后 他决定给一个人打电话 喂 您好 我是耿维华 我想管您借五万块钱 对 我拍MV 电话那头的人是王强 邓维华在电话里 为同样喜欢音乐的王强 通唱了这首 请 真好听 唱得我都感动了 你把账号告诉我 我给你费五万块钱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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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钱一定马上还给你 不用还 不用还 这钱不是我借给你的 是我对你音乐事业的支持 你把这首歌的MV拍好 好好唱歌 就是对我的回报 加油啊 我相信你 这位雪中送炭的恩人 耿维华却已与他失散了十三年 我发现其实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 刚好是他已经 感动了 非常的激动了 非常感动了 其实我们心中也会有一些疑问 我知道有很多的画面 正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 当时其实你已经是很知名的歌手了 说实话 很知名谈不上 九九年那时候确实是 因为我九三年才提干 我原来是个战士 那么工资确实很低的 那时候我记得我才拿一千多块钱 一个月吗 一个月 一千多块钱 一千多块钱的工资 你要知道在大家的想法当中 觉得那个时候你怎么可能 连五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五万块钱倒是有 但是毕竟来讲的话 还有家里 我母亲身体还不好 父亲身体也不好 那么终于 因为我在家里收入还算是比较高的 那时候 那么时候还要过到家里面 还要过到我自己 保护生活上 你个月挣一千多块钱的话 花销大概是多少 花销那时候吧 因为不敢做歌 一做歌那时候 那现在可能更贵 那时候还不算太贵 那时候借我一万多块钱 就可以做一首歌 那时候那时候要买歌 包括母亲这首歌 都是买的 花钱买的 对 花钱买的 有房子 那个时候住在哪里 住在团里面 单身宿舍 单身宿舍 对 所以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清贫的一个事 对 五万块钱对你来说很重要 那时候拍个片 可不是五万块钱 那个片子起码要十五万块钱 当然我不可能 全让别人给我赞助 那么我自己还有 也要增加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就想到了王哥王强 但是特别好奇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短片了 您跟他就是一面职员 见了一次 怎么好 怎么好找他借这么一大笔钱 那个时候确实也没办法 因为呢 就是说认识王强的 也是一个消防晚会 那么消防晚会的赞助呢 是由王强来赞助的 唯独我就是王强单独点的 因为这是之前 我有一首歌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朋友 知道不知道 有一首绿色军衣 就是98年我拍了一首歌 那么也因为这首歌 王强认识了我 他其实算您的歌迷 也可以讲是 不过来也是鼓起勇气 确实是不好意思 毕竟是一面之交嘛 但是凭他对我 在电话前做了多久 憋了多久 刚才亲领在线 确实很像 确实是很像 我没想到你们 会了这么大的功夫 但是当时王强 接到您电话 真的就是不加思索 就直接说 当时这样 当时他是先听 他说那个维华 你给我电话里唱听一下 我就给他唱 你如雪的新书宝 有人给你拿 所以其实在这个原版的作品之下 他听到之后就很感动 然后决定来 赞助你这五万块钱 可是你要知道 当时这五万块钱 你想 我觉得借出去之后 或者说给别人之后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情 不是借 不是借 赞助你之后 对 他就是给我了 因为他喜欢这首歌 也喜欢我的演唱 那你说怎么还会失去联系呢 这也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这么好的一个关系 后来就是说 那个回到北京以后 那个时候呢 就是年龄也不是很大吗 就是到时学习 跟老师学 到时演出 包括作品方面 可能也对一点时间比较耽搁了 但是当我后来 给这个王强联系的时候 就联系不上了 你拨的电话是空号 就以前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对 那个时候我没有手机 那个时候怎么大家知道 还有BB机 都是以坐机为主 对 但是有一点我是不解的 就是他为什么不给我联系 后来我联系不上他了 无惜我也没有认识 我觉得因为我是他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联系 为什么呢 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给你打电话 你是我哥们 我要给你打电话 我会担心说 我哥们会不会误会我 说我要来问他这个事 或者说我在乎那五万块钱 所以我才跟你联系 他怕给你带来一些困扰 不可以忘记的 一直在提一个城市的名字 叫做 无锡 无锡呢 距离长春其实真的挺远的 但是我们的大牌特搜队呢 也是专程赶到了无锡 这次就要帮港老师来找寻 这个对于他非常重要 但是失去联系 已经有十多年的一位 事业上的恩人 事业上的恩人 他叫 王强 到底我们的大牌特搜队 有没有找到王强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牌特搜队接到任务后 立刻展开寻找工作 但除了已知恩人名叫王强 龚威华与他1999年 在无锡119晚会上相识 这两条线组之外 其他再无所知 因此 这次搜索难度极大 由于龚威华与王强相识 我们绝对前往渔溪 一探究竟 一路上看了很多的风景 这座有3500年的历史名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但是我现在没有心情去逛它 因为我这次来的任务呢 是要帮龚威华找到王强 所以第一站我就来到了电视台 因为十几年前 他们是在一场晚会上相识的 所以我觉得电视台 应该会给我一些线索 所以我现在进去问一下 说明完以后 没想到拍摄却交巨角 对不起 我们不接受采访 现在不能接受采访 我们要领导同意 这一看这个大楼就是新的了 结果一番交涉 保安员最终决定 联系安保部门领导 本来领导负责处理此事 我们随即向这位何师傅 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我来问一下那个 问一下大型活动部是吧 因为一般的有那种相当的晚会活动 都是他们那边举办 何师傅帮我们接通了 大型活动部的电话 我想要问问看 就是这个晚会 到底是不是咱们电视台办的 如果是的话 还有没有当年的编导在 能不能给我一些其他的线索 据接线的大型活动部 杨导演回忆 1999年的消防晚会 很有可能就是大型活动部主任 张伟玲导演指导的 虽然对此 他们还是进一步核实 但值得庆幸的是 杨导演约我们到办公楼大厅 见面相谈 并同意拍摄 我们刚查过的那个 确实是我们张伟玲 张老师做的 他也是我们的自称老导演 真的是张老师做的 是吗 那太好了 那我现在方便上去见他一下 我今天都不晓得 今天刚好就差了 他明天才回来 他明天就能回来 是吗 那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能不能留一个 他的电话 方便跟他联系一下吗 可以是吗 好好 OK OK 谢过杨导演 我们拨通了张伟玲导演的电话 了解我们的来意后 张道说 就这样的 那个我现在没在无期 您出 明天才能回到单位 我想老的资料 99年的资料 可能还会有一些 但是我不确定 只能到办公室再找了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答复 但张伟玲导演 约我们第二天 在电视台见面 我们能做的 只有等待 第二天 怀着期待和忐忑 我们再次来到 无期电视台 见面后 张伟玲导演 带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 经过一番查找 张道终于从堆积的旧资料中 翻出了十几年前的联络簿 应该在这边 王强的电话呢 因为也是好多年 好多年的 这本来是 还有忽积的年代 对 还是忽积的年代 这都是很好的资料 这都 还有刘啊 不容易 就是这样 王强 这也是当年几个节目的 有关的人 这有电话 还有忽积 还有一个地址 这忽积肯定没 忽积肯定是没 家庭地址 比较集中的 庆园新村325号 这么多年过去 不一定会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无期的变化特别好 清阳路 庆园新村 我们现在赶快赶快 赶快去找一下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离开电视台 我们满怀期待的 奔向地址上的 庆园新村小区 是我们先去 庆阳路 庆园新村 你认识吗 我应该知道的 庆园新村小区 对对对 是庆园新村 那么无期小区 那个地方 应该是那个 没关系 我们快一点点找过去 还有几个呢 有一个庆园新村 无期小区 还有一个庆阳路的 那你应该是在 先到庆阳路 看一下 先到庆阳路 那边看一下 好 在小时候 我们终于到达 庆园新村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 刚才张老师 给到我们的这个地址 庆园新村小区 但是他给到 我们的这个地址呢 是十几年前 王强老师的住址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现在他是不是 还住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 赶快去看看 我希望他现在 还住在这里 我们走吧 师傅 我要请问一下 那个325 325号楼是在哪里 后面一个新村 后面一个新村 要出去 从这里外边出去 是吧 那就说我们找错了 那我们哪边有此理 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没想到 还是找错了 我们逢人便问 却没有得到一个 统一的答案 您好 请问您知道 那个庆园新村小区的 325号楼在哪里吗 325号楼 对 这边是不是 要从 要从 在前 我们再一道 过去 再出去 出去 车子就要到路了 为什么要走 走 再到后 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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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进路上 我还真不太能听得懂 好 那我走走看吧 谢谢师傅 语言不通 热心的师傅 便亲自带我们 走上一段 现在才到46号楼 我要脚的那个楼 在325号楼 应该还会很远 我们接着走吧 关于325庄的具体位置 我们一路打听 却始终说法不易 请问您知道325号楼在哪吗 325 这里 没有325 没有325号楼 可是我拿到地址 就是清源新村325号楼 您确定没有吗 这里没有 没有325号楼 是吗 天哪 没有325 要到其他地方去 要到其他地方去 这里没有 天哪 没有325号楼 到底我拿到这个地址 到底能不能找到王强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地址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赶快再去走走看吧 那么您知道 那个325号楼在哪边吗 不知道 得到一连串否定答案后 我们的信心又成到谷底 张文明导演提供的地址 到底是否正确 不甘心的我们 决定继续寻找 325 真的有325 我们现在赶快上楼去看看 王强老师是不是还住在这 602 325的602 我不知道一会儿开门 会不会就是王强老师 文华老师 你是不是特别地紧张 我现在也非常地紧张 请问有人吗 您好 那个 您好 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吉林卫视大拍摄会栏目组的 然后 请问这是王强老师的家吗 不是 不是 那他是搬走了吗 搬走了 那您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没有没有 那谢谢您 不好意思打扰了 没事 这个结果再次击碎了我们刚刚燃起的希望 但我们依旧没有放弃 决定到院子里向周围的邻居寻求帮助 楼上有人下来了 我们问问他认不认识王强老师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您知道这栋楼里边有一个叫王强老师的住在这吗 不会 请问您知道就是这个楼上有一个叫王强的吗 正当我们陷入绝望之时 听到了325号楼一层的关门声 有人出来了 叔叔您好 您好 请问您知道这楼上有一个叫王强的人吗 我们邻居们 现在倒是不就在这儿了 有好几年了 搬走好几年了是吗 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哪儿倒也不太清楚 反正他开的一个叫华神消防器材厂 那个挺有名的 你当那儿随便打听都能打听 是叫华神 华神 麻烦您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迫不及待的赶往华神消防器材厂 好了我们现在终于到了这个良清路199号 华神消防器材厂应该就在这个楼上 我们到底会不会在这里找到王强呢 赶快跟我来吧 请问这里是华神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吗 他们好紧张哦 这个过程真的是相当艰辛的一个过程 我看见你在看的时候其实相当紧张 是的 非常紧张 现在在想什么呢 我现在首先我要感谢他们社主组 真的 这么辛苦 走了这么多地方 碰到这么多的壁 但是最后找到没找到 我现在不知道 我们就不要你那么胶着了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跟随全场的朋友一起来倒数 好不好 来 来 请转身 五 四 三 二 一 没有 恩人王强究竟会出现吗 耿威华是买十三年感恩 会否忠诚独白 那时候确实也没办法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谢谢 没有 好像有人 好像有人 诶 是王哥 是吗 是的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王强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嘉宾 有请 欢迎王强老师 欢迎 来 两位有请 有请 我们用掌声再次欢迎王强老师 来 王强老师 我们往前面稍微走一点 是 谢谢 怎么样 他有变化吗 有变化 什么变化 比以前瘦了 比以前还瘦了 瘦 王强老师 怎么样 看他有变化吗 我一直在关注他 因为我看见他和他以前 他也发生变化 他怎么变化都在我的视线范围 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呢 你有没有想到他会费这么多的周折 却要找到你 没有 没想到 您为什么没有主动去跟他联系呢 我是一个做事比较低调的人 我喜欢的是我所奉献的一切 只是我内心找到一点平衡 嗯 我不要求 呃 因为我的帮助 我就必须要得到相应的去得到回报 所以其实 您作为一个低调的人 可是如果您 当您知道别人 其实特别想念您 然后希望能够跟您继续去保持联络 找到您 跟您说去感谢的时候 当我们记者找到您的时候 你当下那种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 哎呀 我是想 这个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嗯 是吧 我 我觉得应该是 我 我估计啊 跟我话不会记得我了 我 因为我也经常出差 我也经常来北京 嗯 但是我呢 想到了北京 如果说 你就是 无端的去给他打个电话也好 还是找他也好 我总觉得好像我下去 索回些什么东西 对 怕麻烦兄弟 这么多年了 其实这个事情呢 不但是我要寻找你 要感谢你 那么我爸我妈 也一直在 说这件事情 每次我回到家的时候 当我跟王哥 王强失去联系以后 我爸我妈就经常说 你找到你的王哥了没有 因为我爸妈是山东人 嗯 嗯 老年人他们很在意 对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都不可思议 因为99年的时候 说实在的五万块钱 也是不小的一个数目 而且后来我在无锡的时候 我知道 王强也在创业当中 也在拼搏当中 也需要很多的丝金 去运作 但是他能拿出五万块钱 给我 我父母亲 非常非常的 感谢 每一次都是 都在念叨你 呀 谢谢他们俩 老人家啊 王强老师 我特别想问 当时五万块钱 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那个时候听说您也是事业 刚刚起步是吗 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额 嗯 也不 那个 我起步的比较晚 嗯 所以当时他跟您 就是这个一面之缘 跟您开口借五万块钱的时候 你怎么就答应了呢 其实那五万块钱 对您来说 其实也挺重要的 不是小数目 呃 晚会过后吧 呃 过了两个多月 是2000年的春节之前 应该是春节之前 记得真清楚 嗯 还是当时是 耿卫华给我来了一个 BB机的呼号 嗯 我回过去了 嗯 回过去呢 是打的坐机 我们团的坐机 你们团的坐机 他当时在电话里跟我说 这个 网哥 我这次拿了一个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曲目 叫母亲 叫母亲 他说这个歌非常好 要拿下的不容易 那我说怎么好呢 他说你这样 我在电话里 轻轻的给你哼两句 啊 那么他就哼了 哼了几句 哼了几句呢 我听了这里边 让我觉得这个歌 确实很好 写得很贴切 很逼真 而且很动情 其中有两句 我至今不忘 就是说 就是不关你多富有 无论你关多大 到什么时候 也不能忘咱的嘛 哼我听了这个 我当时在电话那头啊 我还隐隐的有点泪化 有点泪化 我当时 在电话里也听出 耿卫华对这首歌 很动情 而且他把 对歌曲的理解 对歌曲的一种 执着的爱 表现的 我在电话里 都能听出来 所以我是 当时呢 因为一开始 他跟我讲这个事情啊 我就是觉得 我跟你一面之交 对 是吧 我和你好像 除了这台晚会 我该给你的 也给你了 我们之间也就是 工作关系 两清了 对 两清了 但是呢 后来我听了 他这歌词里边的 这些内容 我觉得 为了我们的母亲 为了我们国家的 文化事业 我对这个投资 是值得的 一首歌 一份情 把两个素媚平生的人 紧紧连在一起 虽失散多年 耿卫华却一直心怀感人 十三年前 尚在创业阶段的 王强的青囊相助 为耿卫华的梦想 重新插上了翅膀 耿卫华曾说 没有王强 就没有现在的我 十三年后 当恩人王强 再次出现在 耿卫华面前时 仿佛所有语言 都变得苍白无力 但 那些积压了 十三年的真心话 此时不妥 又待何时 其实这么多年 真的心里 一直感激的一个人 我想这个人 虽然母亲这个歌 我没有把它唱 唱变大江南北 但是这首歌 我深深地挚爱着她 每到一个地方 我必须要唱一首歌 就是母亲 同时也是感恩的一个人 我想没有这个人 我想我不会把母亲 演绎得更好 同时这个人 对我的事业 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使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那么同时我想 作为一个歌手 不但要做唱好歌 我觉得更重要的 做好人 那么王哥 王强 就是我一个最好的典范 我认为人永远会有感激的 人永远要抱一个感恩的心 面对社会 面对每一个人 在这里 我 我要给王总 我会深深地去一共 谢谢 这一声道谢 这一次鞠躬 耿维华已默默在心底 演练了十三年 虽然寻找王强 这一路难题无数 但对我们来说 却充满意义 因为能让十三年来 念念不忘的朋友 再度相聚 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心愿 古人说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望 耿维华 用闪耀的成就 和远波的大爱 作为报答 在王强看来 已经足够 我们也衷心地祝福 这对师范多元的老友 愿他们从此 获失获忘 有益长存 下面这位要实现心愿的嘉宾 是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 出演时经的陈丽娜 谁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自己家境的问题 因为当时小时候父亲生病 然后到去世 那我妈妈一个人带我 如果没有他在北京 我觉得我们踏入北京的第一步 是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真的 他就为何苦心十年 而无法圆梦 你真的去要找到这个人 就好像要出手可摸的时候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请这位心愿嘉宾 陈丽娜 欢迎丽娜 欢迎 你好 我们都知道 这个你在电视上的 这个影评形象呢 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可生活当中的丽娜 是什么样的 然后究竟有什么样的 生日愿望想要实现 大家也非常关心 对 我其实最想实现的就是 找到我的恩师 因为我跟我的恩师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没有见面了 十年 对 十年的时间没有见面的 一位恩师 对 希望在我们大牌生日会 通过我们节目组 能够找到他 对 这个恩师究竟是谁 他又怎么样改变了 丽娜 你的整个的命运 然后对于你们来说 有多重要呢 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 来回忆一下 说起陈丽娜的这位 佟景波老师 他们首次相遇 在1993年 那时 四川武警总队 政治部文工团 要招收舞蹈文艺兵 团长佟景波 听朋友说 有个自工的小姑娘 条件特别好 决定见一见 请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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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丽娜 她还多大了 我今年13岁了 条件这个丽娜特别能吃苦 然后她爸爸几年前去世了 然后我们家 就靠我一点点收入 来继续生活 希望军说 咱们团也能收了她 这样的话 她才有出路 要不真的是 没有办法了 这孩子条件不错 胳膊长腿长 是个练武的好毛子 那能收吗 可以可以 谢谢 谢谢 就这样 陈丽娜一生的命运 就此改变 她摆脱了贫困的家境 进入了文工团 成为了一名舞蹈 唯一兵 而同锦波 更是给予了陈丽娜 父亲般的关怀 三年以后 陈丽娜出落成了 亭丽娜的大姑娘 也成为了文工团的尖子兵 此时 一个更远的梦 在陈丽娜心中悄然猛生 我好想去北京 到那里登上更大的舞台去跳舞 可是 怎么才能去呢 而此时 佟景波团长调入了中国武警总部文工团工作 虽然有很多不舍 但这似乎也给陈丽娜的梦想打开了一扇窗 半年后 她只身来到北京 再次投靠了佟景波老师 请问佟老师在吗 请问佟老师在吗 我是丽娜 佟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想来北京 然后上口军业 那你 找到住的地儿了吗 还没 要不这样吧 你先住我这儿 太好了 谢谢老师 没事没事 来 就这样 陈丽娜住进了团长 极有二十平米的宿舍 而此时 团长有一个比陈丽娜稍大的孩子 这个二十平米的宿舍 本就住了团长一家三口 陈丽娜住进来后 显得更加拥挤 在陈丽娜被考的一年多时间里 佟老师一如既往的像父亲一样照顾着陈丽娜 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陈丽娜吃 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抽空给陈丽娜辅导功课 在陈丽娜和佟老师的共同努力下 一年多后陈丽娜最终考上了军艺 后来越来越忙碌的陈丽娜 渐渐和佟老师失去了联系 当陈丽娜想再次找寻佟老师时 佟老师却离开了北京 而她的手机成为了空号 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个大概的这一故事的一个呈现 其实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就十三岁了 对 是因为家庭状况的关系 所以选择了曲纹公团吗 因为当时小时候父亲生病 然后到去世 那我妈妈一个人带我 就是在我父亲去世的童年年底 我当时报考了四川的一家艺术院校 这个艺术院校呢 就是当时我考了第一名 但是学杂费太贵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三四万块钱吧 八九三年 当时我妈妈就说 九三年三四万 对 很高 然后我妈妈就说 说你看家里也没钱 你要上的话 我们是上不起的 然后那我就说那就算了 我还继续完成我的学业 那正在这个时候 可能是家庭人生 就是所有的难题 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突然来了一个人 就是童老师 他四川武警总队招兵 招兵员 当时可能是我们那个文工团体的 那个团长告诉童老师说 有一个女孩条件很好 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 这样呢童老师就找到学校来 好像就只知道我名字 就每个年级去问 大概猜陈琳娜 这样把我给找出来 你还记得当时 这个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那个画面吗 我第一次见童老师 那个时候 我小时候是个特别害羞的人 我记得那个时候 童老师进去 童老师是个很专业的 这种老舞蹈艺术家了 他很专业的一进去 你先把裤子脱了 我说要脱裤子 说冬天嘛 然后说不是 你得把裤子脱了 我才能看你的腿型 是不是螺圈腿 是不是S腿什么的 我说好吧 他说你比如穿过来 我穿了秋裤行吗 别脱光 然后穿一秋裤 说还行 这孩子条件特别好 说你妈妈在哪 把你妈妈接来 那个时候军分区就派车 去我妈的单位 把我妈妈接来 听到这句话 估计就踏实多了 对对就踏实多了 因为当时本来就是量你的整个比例 就是在军分区嘛 心里面也吃定心 但是还是怀疑 就不懂嘛 对 你要搁现在进军分区 那肯定就是 挺靠谱一事的 刚刚讲到一件事情 小评当中也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提到了老师 其实我觉得那种感觉 就像老师真的像父亲一样 童老师我觉得他对我 最触动的一次就是他 因为童老师很优秀嘛 在总队 后来被武警总部 我们当时是四川武警总队 后来童老师被四川武警总部招来 专门带他们的舞蹈队 就是直接招过来了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 就是我觉得给我 就是在那个地方 给我撑腰的人 就是那么关心我的人 他突然掉走了 就心里面有无助感 还有呢就觉得 就像爸爸去出差了一样 对 不是爸爸出差了 就好像不回来了 因为他是掉走了 他可能 对不会再回到成都 不会再给我们执教 教我们跳舞 他有帮你撑腰过吗 让你在部队里面觉得 还好有他在 我觉得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当兵都没钱嘛 就是每个月的贴补 可能就几十块钱 但是我们部队当时是 把你的吃饭的钱返回到你自己手里 你自己去买饭吃 可能一个月是180还是200多这样的 然后有一个月呢 我拿了一张50块钱的假币 那对于我来说 那个时候当兵 那我记得我妈妈那会儿工资也不高 我几乎是不用家里面贴补我的 那每个月就是就着那小200块钱 我想93年94年 刚好够吃 对刚好够吃 因为你要计算嘛 你因为没有大人管你 你只能自己管自己 早餐我吃多少钱 午餐我吃多少钱 晚餐我吃多少钱 然后那个时候拿到一张假币 那就是面临你下半个月 你上哪吃饭去 那个时候呢 我就去找我们部队的一个领导 换这个钱 但领导就告诉我说 我不可能有假币 我不可能这个发一个假钱 给你部队的钱拿回来都是真的 那我从小是个乖孩子 就是说你领导要告诉我什么话 我是一定会很认真的 服从 服从对 因为进部队的第一堂课 就是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嘛 压根没有想要去跟佟老师 说这件事情 那你想我都告诉这个领导 我再去告诉佟老师 那不等于找事吗 然后呢 有一天我们在五楼训练 我们积训那个教室特别大 就十几二十个女兵 都在上面训练 突然就听到四楼吵架 吵得就是震山响 就是 我们都很八卦的 就所有女兵男兵 就全部飞到那个楼 到那去听 就什么吵吵 什么事都特开心 哎呦 打架了 打架了 那时候还小 十几岁的小玩儿 就不知道是什么事 然后当你定下而仔细听的时候 哎 好像这事跟我有关 然后再一听 好像是五十块钱的事 哎呦 那就真的是我的事 我就记得佟老师特别大声说 这是战事的钱 战事的利益 是不可侵犯的 就说的铿锵有力 就是我当时就特别害怕 你明白吗 我就想 哎呦完了 童老 因为同时感觉到 他对我的关心和关爱 但是我才完了 我把那个领导得罪 他的怎么对我呀 然后我就把我们班长拉旁边来 我说 哎呦 那钱我不要了 你跟他说一说 我不要了 对 然后后来童老师 还是把这个钱 给我争取回来 把它换成真钱给我 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动的 因为说实话 就是在部队里面的领导 又是贫瘠 童老师为了一个小小的 一个女兵 一个小小的战士 会去得罪她的同事 为你争取你的利益 这个我是觉得挺感动的 父爱 这种让人无比温暖的感情 曾在陈丽娜 幼小的世界里消失过 然而童老师的出现 弥补了这个空缺 她为幼小的陈丽娜 挡风遮雨 撑起一片天 然而在随后更加艰难的 北漂生涯中 童老师更是成为了 陈丽娜唯一的依靠 那个时候人家说 解放军事学院 你可以去试试 那个时候我又怀揣着梦想 就直奔北京 然后你想那个时候又没钱 就拎着两个箱子 就跑到北京 就找童老师 那个时候童老师的情况 她刚调过来 也没有分到房子 就是一个二十平的办公室 就给他们一家三口 攒居的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 我现在回忆起来 我觉得好温暖 因为特别小 就童老师就收留了 我说你也别住学校 第一花钱贵 第二呢 就是也不安全 一个女孩子在外头 所以呢 你就跟我们一家人 住在一起 就那个房子很小 但很温馨 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 住在里头 我跟童老师女儿 住上下铺 然后童老师跟他爱人 住在旁边的一个大床 中间拉着一个屏风 然后每天早上 起来以后 做饭什么的 就在旁边的一个地上 做饭 但我觉得很美味 就是他们家 就是张老师 就童老师 带着很会做饭 我就觉得 彭老师真的 就是一个伯乐 就是给了我们好多孩子 就是机会 给了我们一个梦想 让我们去实现 就是如果没有他在北京 没有这个住京办事处 我觉得我们踏入北京的第一步 是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的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老师其实对你的恩情 包括对你的影响 真的是很大的 但是刚刚也提到了 有十年的时间 没有联系 这是为什么 对 我是这样的 在03年 因为我拍完 接近二岁以后 慢慢偏越就多了 就是老师上外地去拍戏 我记得那年03年 我去俄罗斯拍一个电视剧 因为那一走就走了四个月 我记得童老师 那个时候好像是 前江 还镇江 他去支教了 就去那边支教 就是去那边 有一个成立了一个学校 他去当教学生去了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声 打了个电话 当时我在俄罗斯 就是国际漫游这样的 我说那好 我知道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到时候我们再联系 我说好 然后后来 等我忙忙忙 忙忙到到忙完的时候 回到北京 我再打电话 就是可能又隔了半年了 手机打不通了 就这样就失去 我特别赞同你刚刚说的一句话 咱们大家耽误的 真的是自己最亲的人 因为你会觉得 一定会跟他们保持联系 比如说我们在外边 是一个多么多么好的人 回家翻脸的 一定是跟自己爸妈 因为你知道他不会离开你 你对他很有信心 他让你有安全感 对 其实人家说 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找他 我说我不是现在想起 我是一直都想找 但是就是老师没有时间 或者这样的事情 那样的事情错过 我想知道 现在你手上有什么线索 就是老师十年前住的这 十年前后来 武警总部给他分房子 分到那个 我是个路芒 但是我能找到 我说不出来 就是由四季青桥那边过去 然后有一个四季城 四季城对面 有一个很大的超市 好大好大一个超市 就在那个好大超市 那个路口进去左拐 然后进去第三栋房子吧 你记得好深处 你记得哪怕再清楚 那三栋房子现在还在不在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通过最近的一些 学员的经验 我们发现 十年前大部分留的都是固定电话 还有那时候有BP机之类的 但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慢慢地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它的使用价值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根据这条唯一的线索 我们的大牌特搜队 究竟能不能够找到童老师 这是我们现在很关心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特派员胡苑 那根据陈琳娜提供给我们的线索呢 我们已经赶赴到了北京市的海淀区 那根据地址显示呢 这栋楼就应该是 童景波老师十年前的住址 那到底童老师现在还在不在这里住呢 我们现在上去看看吧 到了我们找一下是哪个门 应该就是这个门 看上去有新店的对联 应该是有人住 但不知道开门的是不是童老师 我们试一下吧 童老师在吗 童老师 看来是没有人 我们问一下 你去吧 看看平常是不是童老师在这边 不知道为什么 左邻右舍都没有人 我们只好再到别的楼层去询问一下 你好有人吗 你好有人吗 不会还没有人吧 已经是第四家了 你好 你好你好 太好了 那个我是大白社会栏目组的 我想问一下 那个是有一个童景波老师 是住在楼上吗 是是是住在楼上 那他现在还在楼上住吗 他现在不在楼上住了 退休以后去广东教书了 去广东教书了 那你知道他距离在哪个大学吗 好像是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那个那你有他在广东这边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 没有啊 那童老师现在已经不住在这了 那怎么办呀 要不这样吧 我们要不先查一下广东海洋大学的那个电话 然后看看能不能通过电话 就找到童老师在那边的联系方式 您能借用一下 您家电脑用一下吗 电脑可以 好谢谢您啊 谢谢谢谢 麻烦了啊 经过和广东海洋大学老师的反复沟通 我们终于联系上了认识童景波老师的同事 并从他们口中得到了新的线索 现在呢我们得到的线索是这样的 就是童老师确实是在2003年的时候到了广东海洋大学来教书 但是在今年就是在前几个月他就已经离开了广东海洋大学回到了家乡成都 但是这个老师他并不知道童老师在成都具体的联系方式 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住址 只是以前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呢 童老师告诉他说 他其实每年寒暑假到成都的时候都会到一个东湖公园去晨练 然后到这个地方去摄影 不知道童老师现在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 这是我们手上掌握的唯一的一条线索了 我们就只能到成都到这个东湖公园 看看能不能在这个茫茫的晨练的大郡中 来找到童老师 那让我们赶紧订机票去成都吧 鉴于天色已晚 我们决定先回酒店订机票 第二天一大早赶赴成都 然而第二天一早 四川必定的消息传来 打乱了我们的全部计划 我们决定先暂缓成都之行 但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一筹莫展 最后决定绝望的我们决定再次来到童老师家 给童老师留下字条 写明了我们的来意和联系方式 由于我们的线索现在完全中断了 所以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我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于这张小纸条上 希望童老师回到北京的家的时候 能够看到这张小纸条 然后和我们联系 丽娜姐我只能这样了 我们就等等看吧 坦白讲这是我们大牌特搜队 有史以来可能最短的一个短片 真的线索就只能到这里了 完全中断了 而且可怕的是 在我们准备去成都的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当时发生了地震这个情况 你看到那个短片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你很牵挂老师 对 我觉得怎么会那么巧 就是你真的去要找到这个人 就好像要触手可摸的时候 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概率很低 但是还有希望在 我们留下了那张字条 我们不知道这张字条 能不能够帮助丽娜 找到我们大家都非常想见的童老师 我们也希望今天在大牌生日会的舞台上 能够帮丽娜实现这个美好的生日愿望 还是要按照老的规矩 我们一起转过身来倒计室 我们一起来期待 彭老师能不能够来到现场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有人来吗 有人 是他吗 看身形象吗 挺像的 究竟是不是童老师 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这个嘉宾 有请 欢迎童锦波老师 欢迎 童老师 你们成都地震没事吧 来 来 我们这边 雷娜 雷娜一下就哭了 这个就是 像我父亲一样 给了我一个人生观 世界观 给了我一个梦想的人 童老师 我们掌声欢迎童老师 欢迎她 欢迎您 童老师 您什么时候看见字条的 前两天看到她 前两天看见她 看见那张字条的时候 什么感觉 我心里非常的激动 因为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我也很想她 但是我经常在电视上看着她 她的作品里边 我觉得她进步非常大 她很成功的 您都去哪了这些年 这没联系 这十年您都在干嘛 跟我们说一说 我从武警总部公团退休以后 我就去了那个广东海洋大学的艺术学院 还有一个舞蹈系里边 我在那去教编导专业 就是编导课 在那待了十年 后来又去四川了是吗 四川是我去年 我的那个小外孙出生了 出生了以后嘛 我的女儿就说 爸你该回来 我妈妈的程度 我就带她去 我们是四世同堂 恰好碰到地震 碰到地震我就说 刚才咱们回北京又回来了 就这样回来的时候 一下看到这个纸条 我说呦 就突然之间一下 成立了 这纸条出现了 四世同堂 这么大的一个大家庭当中啊 我觉得应该还有她在 所以应该有 我老真宠 我记得我那会儿 就是在佟老师家 老师说 她女儿比你大还是小 比我大 那是大女儿 我是小女儿 然后我就会接着说 那个皇帝疼长子 平民疼妖儿 发招呢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 你能够包括跟老师一家人 包括跟姐姐 都能够早日见面 把这一大家的人凑齐了 我们来一个欢乐的聚会 好不好 对 突然觉得幸福好突然 我觉得 你有点懵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遇到了帮我的恩师贵人 当亚安地震 就是在这个期间 正好找自己的老师 自己的老师又能安然无恙 然后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也特别感谢栏目组 来实现我这个心愿 你这样吧 你别谢我们了 反正我们是帮你满足生日愿望的 看见你们能够团聚在一起 就是我们最高兴的事 是 我们接下来给你跟佟老师 两个一点时间 让你们俩互相说说话 好好说说心里话 来 来 佟老师 我觉得幸福来得很突然 我觉得从13岁就跟着佟老师 学习跳舞 然后佟老师把他的精神 把他对事业的追求 和人生的梦想的所有的精神 就是灌溉在了我们这小一波的头上 给了我们无尽的光环 能够让我们勇往直前 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了佟老师 这句陈丽娜深藏在心中二十年的感谢 包含着佟老师多少无私无悔的付出 和陈丽娜这十年来多少的思念和感激 亚安的地震 让我们心系同房时的安危 也让我们更加懂得身边那些最朴实的爱 那些最亲近的人往往最容易被我们忽视 却也最弥足珍贵 让我们在来得及的时候多多去爱身边的人 你让他们多多感受到我们的爱 给了我们的本人 对 我想到我家里去 哦 是吗 我们好好聊一聊 对 然后就是以后也会打算去无锡玩 二十遍 好 先进去吧 翻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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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边 是你啊 右 左 下角 这跟我女儿住在一家 她住上边 我女儿住下边 这是个高地床 哦 正好 正好 欢迎各位来到吉林卫视大牌生日会 欢迎各位 相信各位在座的各位跟电视机前的各位 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些回忆 是 然后最近有一部很红的电影叫 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在你们的青春当中一定会有那么一两个人 让你们非常感动 可是你们现在回头想想 可能跟这些人已经失去联络了 所以我们上期节目开始呢 有安排高铃声 还有莫容小小 他们两个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找寻他们想要找的人 也是让大家看到非常的感动 没错 其实也是替他们实现一个生日愿望 如果呢你也有想要寻找的人 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联系方式 来告诉我们 我们真的会帮你找到那个人哦 那今天要来我们节目现场实现生日愿望的是谁呢 对 这个人他非常的红 歌也非常的好听 对 但是我们关心的是他有什么愿望要实现 在帮助他实现愿望之前呢 请跟我一起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带着他美妙的歌声登场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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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的家,我不管你活不了,我不管你活不了,到想我时候也不能忘了你的梦 谢谢,谢谢董华老师,谢谢 欢迎您,欢迎您 你们好 来,先跟我们现场朋友来打个招呼 吉利卫视的大白生日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二胖文工团的歌手耿维华 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你们好 欢迎,欢迎董华老师 刚刚你一开始呢,已经给了我们一份礼物 给我们唱了一首歌 接下来要我们给你们送礼物了 所以你有什么生日愿望需要我们来帮助您实现的吗 那么今天确实非常高兴 那要说到我的生日愿望的话 我的最大的愿望 因为走到今天,我有一个人我始终是忘怀不了 那么这个人是吴希人 他叫王强 王强 对 大家刚才听到的母亲这首歌 她是第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一个人 好,听到这边的话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对于高老师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对 究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首先来远景重现一下 在1998年,吴希119消防晚会上 耿维华认识了这场晚会的组织者之一 王强 耿维华,你好 我是王强 你好,你哥唱的真好 我们家人都喜欢你 在交谈中 耿维华知道了 原来建议晚会邀请他的人正是王强 作为声乐爱好者的王强 与耿维华交谈甚欢 离开前 两人互取了电话 你要知道当时这五万块钱 你想,我觉得借出去之后 或者说给别人之后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情 他不是借 不是借 赞助你之后 对,他就是给我了 因为他喜欢这首歌 也喜欢我的演唱 那你说怎么还会失去联系呢 这也是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这么好的一个关系 后来就是说那个回到北京以后 那个时候呢 就是年龄也不是很大嘛 就是到时学习啊 跟老师学到时演出 包括作品方面 可能也对一点时间比较耽搁了 但是当我后来 跟这个王强联系的时候 就联系不上了 你拨的电话是空号 就以前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对,那个时候我没有手机 那个时候怎么大家知道 还有BB机 都是以坐机为主嘛 对 但是有一点我是不解的 就是他为什么不给我联系 后来我联系不上他了 无锡我也没有认识的朋友 我觉得因为我是他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联系 为什么呢 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给你打电话 你说我哥们 我要给你打电话 我会担心说 我哥们会不会误会我 说我要来问他这个事 或者说我在乎那五万块钱 所以我才跟你联系 他怕给你带来一些困扰 你可以忘记的 一直在提一个城市的名字 叫做 无锡 无锡呢 距离长春 其实真的挺远的 但是我们的大牌特搜队呢 也是专程赶到了 无锡 这次就要帮港老师来找寻 这个对于他非常重要 但是失去联系 已经有十多年的一位 事业上的恩人 事业上的恩人 他叫王强 到底我们的大牌特搜队 有没有找到王强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大牌特搜队接到任务后 立刻展开寻找工作 但除了已知恩人名叫王强 龚文华与他1999年 在无锡119晚会上相识 这两条线组之外 其他再无所知 因此 这次搜索难度极大 所以龚文华与王强 心事逆无锡 我们决定前往无锡 一探周近 一路上看了很多的风景 这座有3500年的历史名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 但是我现在没有心情去逛它 因为我这次来的任务呢 是要帮龚文华找到王强 所以第一站我就来到了电视台 因为十几年前 他们是在一场晚会上相识的 所以我觉得电视台 应该会给我一些线索 所以我现在进去问一下 说明完以后 没想到拍摄却交巨局 对不起 我们不接受采访 现在不能接受采访 我们会领导同意 这一看这个大楼就是新的了 结果一番交涉 保安员最终决定联系安保部门领导 等到领导负责处理此事 我们随即向这位何师傅 说明情况寻求帮助 问一下那个 问一下大型活动部是吧 因为一般的有那种 相当的晚会活动 都是他们那边举办 何师傅帮我们接通了 大型活动部的电话 我想要问问看 这个晚会到底是不是咱们电视台办的 如果是的话 还有没有当年的编导在 能不能给我一些其他的线索 据接线的大型活动部 杨导演回忆 1999年的消防晚会 很有可能就是大型活动部主任 张伟明导演指导的 虽然对此 他们还是进一步核实 但值得庆幸的是 杨导演约我们到办公楼大厅 见面相谈 并同意拍摄 我们刚查过的那个 确实是我们张伟明 张老师做的 他也是我们的自称老导演 真的是张老师做的 是吗 那太好了 那我现在方便上去见他一下 我今天都不巧 他今天刚好就差了 他明天才回来 他明天就能回来 是吗 那太好了 太好了 那我能不能留一个 他的电话 方便跟他联系一下吗 可以是吗 好好 OK OK 谢过杨导演 我们拨通了张伟明导演的电话 了解我们的来意后 张道说 就这样的 那个我现在没在无期 明天才能回到单位 我想老的资料 99年的资料 可能还会有一些 但是我不确定 只能到办公室再找了 虽然没有得到准确答复 但张伟明导演 约我们第二天在电视台见面 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第二天 怀着期待和忐忑 我们再次来到 无期电视台 见面后 张伟明导演 带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 经过一番查找 张道终于从堆积的旧资料中 翻出了十几年前的联络簿 应该在这边 王强的电话呢 因为好多年 也是好多年 好多年的 回京后 耿维华得到了一首 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作品 《舞伎》 制作这首歌 怎么着 应该五万块钱 五万 这么多 我现在哪有这么多钱啊 你想想办法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真的 你要是错过了 真的 可能以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这个歌火了 你以后你人才会大火 回到家的耿维华 分开电话本 思前想后 他决定给一个人打电话 喂 您好 我是耿维华 我想管您借五万块钱 对 我拍个安维 电话那头的人是王强 邓维华在电话里 为同样喜欢音乐的王强 通唱了这首 请 真好听 唱得我都感动了 你把账号告诉我 我给你费五万块钱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有钱一定马上还给你 不用还 不用还 这钱不是我借给你的 是我对你音乐事业的支持 你把这首歌的MV拍好 好好唱歌 就是对我的回报 加油啊 我相信你 这位雪中送炭的恩人 耿维华却已与他失散了13年 我发现其实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 刚好是他已经 感动 非常的激动了 非常感动了 其实我们心中也会有一些疑问 我知道有很多的画面 正在你的脑海当中浮现 当时其实你已经是很知名的歌手了 说实话 很知名谈不上 99年那时候确实是 因为我93年才提干 我原来是个战士 那么工资确实很低的 那时候我记得我才拿1000多块钱 一个月吗 一个月 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的工资 你要知道在大家的想法当中 觉得那个时候你怎么可能连5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5万块钱倒是有 但是毕竟来讲的话 还有家里 因为我母亲身体还不好 父亲身体也不好 那么终于 因为我在家里收入还算是比较高的那时候 那么时候还要顾到家里面 还要顾到我自己 保护生活上的 你一个月挣1000多块钱的话 花销大概是多少 花销那时候吧 因为不敢做歌 一做歌那时候 那现在可能更贵 那时候还不算太贵 那时候家有1万多块钱就可以做一首歌 那时候那时候要买歌 包括母亲这首歌都是买的 花钱买 对 花钱买的 有房子那个时候住在哪里 住在团里面 单身宿舍嘛 单身宿舍 对 所以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清贫的一个事 对 应该是这样 5万块钱对你来说很重要 那时候拍个片可不是5万块钱 那个片子起码要15万块钱 当然我不可能全让别人给我赞助 那么我自己还有要增加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王哥王强 但是特别好奇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短片了 您跟他就是一面职员见了一次 怎么好 怎么好找他借这么一大笔钱 那个时候确实也没办法 因为呢 就是说认识王强的也是一个消防晚会 那么消防晚会的赞助呢 是由王强来赞助的 唯独我就是王强单独点的 因为这是之前我有一首歌 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朋友知道不知道 有一首绿色军衣 就是98年 我拍了一首歌 那么也因为这首歌王强认识了我 他其实算您的歌迷也算是 也可以讲是 不然也是鼓起勇气 确实是不好意思 毕竟是一面之交嘛 但是凭他对我 在电话前做了多久 憋了多久 才能给他打个对 那个刚才情景在线 确实很像 确实是很像 我们想到你们 会了这么大的功夫 但是当时王强接到您电话 真的就是不加思索 就直接说 当时这样 当时他是先听 他说那个威华 你给我电话里唱听一下 我就给他唱 你如雪的新书宝 有人给你拿 所以其实在这个原版的作品之下 他听到之后就很感动 然后决定来赞助你这五万块钱 樓上有人下来了 我们问问他认不认识王强老师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您知道这栋楼里边 有一个叫王强老师的住在这吗 不 请问 请问您知道这个楼上有一个叫王强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正当我们陷入绝望之时 听到了325号楼一层的关门声 有人出来了 叔叔您好 您好 请问您知道这楼上有一个叫王强的人吗 我们邻居吧 现在倒是不就在这儿了 有好几年了 搬到好几年了是吗 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哪儿倒也不太清楚 反正他开的一个叫华神消防器材厂 那个挺有名的 你当那儿随便打听都能打听 是叫华神 华神 麻烦您了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迫不及待的赶往华神消防器材厂 好了 我们现在终于到了这个凉清路199号 华神消防器材厂应该就在这个楼上 我们到底会不会在这里找到王强呢 赶快跟我来吧 请问这里是华神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吗 他们好紧张哦 这个过程真的是相当艰辛的一个过程 我看见你在看的时候其实相当紧张 是的 你非常紧张 现在在想什么呢 我现在首先我要感谢他们社族组 真的 这么辛苦 走了这么多地方 碰到这么多的币 但是最后找到没找到 我现在 不知道 我们就不要你那么胶着了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跟随全场的朋友 一起来倒数好不好 来 来 请转身 五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没有 恩人王强究竟会出现吗 更违华是买十三年感恩 会否忠诚独白 那时候确实也没办法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 谢谢 谢谢 没有 好像有人 好像有人 诶 是王哥 是吗 是的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王强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位嘉宾 有请 欢迎王强老师 欢迎 来 两位有请 有请 我们用掌声再次欢迎王强老师 来 王强老师 我们往前面稍微走一点 是 谢谢 怎么样 他有变化吗 有变化 什么变化 比以前瘦了 比以前还瘦了 瘦 王强老师 怎么样 看他有变化吗 我一直在关注他 因为我看见他和他以前 他也发生变化 他怎么变化都在我的视线范围 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呢 你有没有想到他会费这么多的周折 去要找到你 没有 没想到 您为什么没有主动去跟他联系呢 我是一个做事比较低调的人 我喜欢的是我所奉献的一切 只是我内心找到一点平衡 我不要求因为我的帮助 我就必须要得到相应的去得到回报 所以其实您作为一个低调的人 可是如果您当您知道别人其实特别想念您 然后希望能够跟您继续去保持联络 找到您跟您说去感谢的时候 当我们记者找到您的时候 你当下那种时候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是想这个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 我 本来是 还有呼吸的年代 对 还是呼吸的年代 这都是很好的资料 这都 还有刘啊 这也是当年几个节目的有关的人 这有电话还有呼吸还有一个地址 这呼吸肯定没 呼吸肯定是没 家庭地址 给他寄东西吗 清园新村325号 这么多年过去不一定会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无息的电话特别好 清阳路清园新村 我们现在赶快赶快赶快去找一下 谢谢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离开电视台 我们满怀期待地奔向地址上的 清园新村小区 是我们现在去清阳路 清园新村你认识吗 我应该知道的 清园新村小区吧 对对对 清园新村的五许小区那个地方 应该是那个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点点找过去 还有几个来 清园新村五许小区 还有一个清阳路的 好 那应该是在清阳路 先到清阳路看一下 先到清阳路的边看一下 好 半小时后 我们终于到达清园新村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 刚才张老师给到我们的这个地址 清园新村小区 但是他给到我们的这个地址呢 是十几年前 王强老师的住址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现在他是不是还住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去看看 我希望他现在还住在这里 我们走吧 师傅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325 325号楼是在哪里 后面一个行村 后面一个行村 要出去 从这里外边出去是吧 那就说我们找错了 那我们哪边有 一直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没想到还是找错了 我们逢人便问 却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您好 请问您知道那个 清园新村小区的325号楼在哪里吗 325号楼 对 这边是不是 要从 要从 我们在一道乖国 直接出去 出去车路的道路楼 为什么他走 我走 再到后来又走 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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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又走 过去 进路上 我还真不太能听得懂 好 那我走走看吧 谢谢师傅 语言不通 热心的师傅 便亲自带我们走上一段 现在才到46号楼 我要讲的那个楼 在325号楼 应该还会很远 我们接着走吧 关于325庄的具体位置 我们一路打听 却始终说法不一 请问您知道325号楼在哪吗 325 这里 没有325号楼 没有325号楼 可是我拿到地址 就是清源新村325号楼 您确定没有吗 真的没有 没有325号楼 是吗 天哪 没有325号楼 要到其他地方去 要到其他地方去 真的没有 天哪 没有325号楼 到底我拿到这个地址 到底能不能找到王强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地址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赶快再去走走走看吧 那么您知道那个325号楼在哪边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得到一连串否定答案后 我们的信心又沉到谷底 赵文明导演提供的地址到底是否上去 不甘心的我们决定继续寻找 325 真的有325 我们现在赶快上楼去看看 王强老师是不是还住在这 602 325的602 我不知道一会儿开门的 会不会就是王强老师 葛华老师 你是不是特别地紧张 我现在也非常地紧张 请问有人吗 您好 那个 您好 那是做什么的 我是吉林卫视大拍摄会栏目组的 然后请问这是王强老师的家吗 不是 不是 那他是搬走了吗 搬走了 那您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 没有没有 那谢谢您啊 阿姨 不好意思打扰了 没事 没事 这个结果再次击碎了我们刚刚燃起的希望 但我们依旧没有放弃 决定到院子里向周围的邻居去